要請教關於那個保齡這件事情的通報時間序 因為剛剛吳西亞委員他是拿了手段秀出那個時間序 說台北市是26號才通報的重量 然後還點名您說你在帶風向 然後號召網友去攻擊他 我是號召網友呢去做正確的事情 當我們在保齡查試案這個已經引起兩期死亡案件的時候 竟然立法委員民進黨的立委 而且還是他們黨團的幹部在造謠 這是非常可恥的 那大家當然是都要幾股明知喔 那為什麼我要說他是在造謠非常可恥呢 因為我們回頭看整個時序以及他當初的說法 吳思謠吳造謠當時是怎麼說的 我們回頭過來看 他當時說因為中央是3月26號才接到通報 所以隔天他們馬上3月27號 非常快速的主動出擊 可是我們回頭要看的是 到底中央是什麼時候接到通報的 你不管今天是台北的通報 新北的通報 中央都已經知道保齡查試案 是在3月24號的時候 3月24號的時候 新北市他通報了中央跟台北市 台北市下午的時候5點左右去積查 積查的內容正是登陸在中央也能夠看到的 共同的全國性協作系統 隔天馬上積極的動作 我可以攻擊台北市辛苦在積查 以及處理事情的同仁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國民黨的我們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也肯定了中央的積極性的作為 當然他們3月24號知道 27號才第一次跟台北市政府去積查 中間有幾天的空窗期 但是就我過去在台北市的了解 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這個層級都是一個一個往上的 一定都是地方先去積查 中央看有需要的時候介入一起來協助 所以雖然中間有幾天是空的 但我並不會因為這樣轉頭過來去譴責中央 我們是希望中央跟地方積極合作 越快查明真相越好 可是這個時候民進黨的幹部 竟然還在見縫插針火上加油 去欺負辛苦的台北市的工作人員們 那我們當然是適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我們再一次整理喔 吳思瑤的說法是3月26號 中央政府才知道保齡查事案 這是完全錯誤的說法 在3月24號的時候就知道了 新北通報之後他通報的是他也向台北說明了 他已經通報中央 所以這本來就沒有二度通報的情況 而是242526發生了任何事情 大家透過全國性的系統交換意見 所以每一次的稽查他登錄的地方 中央都能夠同步協作都能夠看得到 難道現在這個時代還要每天都要打電話 才知道對方在做什麼嗎 那請問我們需要網路幹嘛 我們需要設計全國性的系統幹嘛 透過系統就是最直接的通報 吳思瑤幹事長 自己沒有搞清楚狀況 還四處造謠 當然要受到全民的譴責跟批判 那想問昨天在記者會上其實衛生局包含這個保齡的直接供應商 還有保齡旗下一間餐廳的營業時間好像都有說錯的情況 那目前市長有掌握嗎 那是不是因為議員質疑說好像螺絲掉滿地根本沒有搞清楚狀況 局長昨天是說這家公司紅旗 他不是直接供應商是中盤商的 這個局長在昨天記者會上說得很清楚 那衛生局後來也再次確認 保齡他另外這家分店 27號是沒有營業 這個部分有再去做了確認 那對於保齡另外關於他們漏報另外一家分店 也就是並沒有如實說有另外這家分店 我們也依照食安法會來進行開發 同時對於產品責任險並沒有繳費而保單失效 我們一樣會依法來開發 都會酌情重重來開發 那另外關於保齡案的部分 民進黨議員認為北市府講萬安慢辦法應該要道歉 您認為呢 實案就是這樣啦 我看他這個就是文化 其實從那個虐童案你知道到這個實案的案子 其實還是要認真工作 有反應大家一起 螺絲鎖緊一點 那個虐童案我也覺得很奇怪 死後三個月才報出來 那個死前又被虐待了三個月 也有仿視紀錄 而且到底也 所以懂 這個我每次想起那個海濤法師講的話 你的眼睛業障重 一切都是假的 仿視紀錄一定是假的 這個可以假 大家都假的 我還是要去 好啦好啦不要批評 認真工作就好 認真工作 關於國泰產險保齡的兩張保單 到底有沒有效的問題 今天法務局在中午的時候 有邀國泰產險 道普來說明 那這兩張保單狀況是這樣 就是保齡公司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有經過國泰產險的催稿 但是因為沒有繳保險費 所以這兩張保單其實並沒有失效 但是我們府內同學去機查的時候 他還是拿出了這兩張保單 一張是產品責任險 一張是公共意外責任險 所以這部分 呃相關的開發衛生局今天會拒進行 那在這兩張保單沒有效的情況底下 我們也今天請了遠東 還有遠東B3的大時代廣場公司 來府內開會 那目前遠東百貨S3的保險公司 也是國泰產險 那大時代廣場 它的投保公司是新安東京產險 我們也要求這兩間保險公司 在這兩天內 就本次事故 是不是在他們保險城堡的範圍內 做出對有利於受害者的解釋 兩天內回復法務局 早上行政院院會 衛福部王次長的報告 就是說在3月24號中央接獲通報 那台北市政府 我們在24號也接獲新北市的通知 所以當天在24號下午 衛生局即刻到現場去進行積查 也做了相關的採集 以及現場即刻指出相關的缺失 要求馬上改善 隔天25號 衛生局再次二度積查 以及確認相關的缺失必須改善完成 那26號 剛剛衛生局長也說明 在下午有1999三通禁線 以及相關案例的進入 通話是屬於負債 那消保官也有要求他們提供 他們的資產負債表 所以到時候我們也會掌握相關的內容 現在新北有查出保齡的過程 製造商已經賣給了三家中盤商 四家餐飲業 少量公共給給了十家零售 但現在是新北目前就預防性停收嗎 有沒有回頭去抽檢 或是有叫他們下架之類的動作 新北市在這個當有犯者送到我們三重人以後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就立即的紅包 也立即在第一個時間啟動對供應商的出驗調查 也要求供應商停止販售製造 也要求在下游的廠商業者都能夠回收跟下架 因為這個案子非常的重大 所以我們除了通報給台北市以外 更重要我們跟中央跟台北市 我們組成聯合專員小指 這個事實的真相一定要快速的釐清 因為我們也看到我們的家屬 面對所有的真相 不但要給他一個公道以外 更重要的我們在實安的問題上 絕對一定要快速的展開調查 因為全民都非常的關心這起實安事件 那市長有清查其他業者相關個案嗎 有沒有相同或類似的情況 那因為剛剛是說停售就表示之後不賣了 但賣出去的呢有去查嗎 目前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立即到公共商機查查以外 也要求我們業者回收下架 要販售跟製造點停止以外 那我們也在這時候 也密切的了解跟調查 還有沒有其他的類似的個案出現 那目前是沒有其他的個案出現 不過我們組成專案小組 除了持續的調查 密切注意以外 我們更會落實 來瞭解整個在整個供應跟回修下架的綜號 外界質疑說就是通報機制慢 就針對這個保齡查試 新北市在保齡查試第一個時間 我們接到患者以後就立即通報 也立即到公商機做好檢驗跟查查 我們時間都不等人 所以通知了台北市 跟中央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會不會覺得地方衛生局的整個檢驗 季度太慢導致拖到現在的 我想大概是這樣子 一開始如果有這種食物種植案子 通報上來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當然就進入到這個場所 去做一些基本的檢測 因為一般食物種植都是 我剛剛提到大部分衛生物的 這個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會對人員去做這個採檢 對這個食物、環境去做採檢 這大概都初步是這樣做 那台北市這邊也是這樣子 按照超課 但是後來陸陸續續有這些Case進來的時候 發現說他的過程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從開始有症狀嘔吐 到後來有這種嚴重的所謂的感染衰竭 甚至都是在12小時之內發生的 所以這個就跟平常的食物種植就不一樣 那我們也很警覺的 食藥署這邊陸續接到這些案子之後 那衛福部這邊就跟機關署 食藥署就一起找這個地方 一起去接入去做調查 神經病 感谢观看